欢迎来到疯癫在线科普公馆 发生在上世纪的越南战争 不仅仅对于亚洲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深刻的影响了美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生活 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 这场非正义的战争 也让很多美国的民众开始反思战争的意义 并催生了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 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的产生 不管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越南人民 还是为生活感到迷茫的美国的普通人 都对越南战争的意义提出了质疑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所作所为 可以说是达到了残酷的顶点 美军在越南投放的炸弹 是美国在二战中投弹量的三倍 至今越南境内还有无数当时没有爆炸的哑弹 越南人民还在受着美军在越南领土上使用的 成绩 等化学武器的影响 在越战中美军还对越南女兵使用了一种叫做 控运摧乳剂的药品 它究竟是什么呢 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一样 一开始只是南越和北越政权之间的内战 但美国为了扶持南越政府 扩大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出兵参与了越南战争 但北越军队的灵活战术和顽强执行力 让美军吃了大苦头 美军惯用的大火力 地毯式轰炸并不能有效 消灭善于游击的北越部队 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 美军不惜对越南的普通民众和失去反抗能力的俘虏进行折磨 好让他们吐露出更多情报 在越南国内一直都有女性参军的传统 虽然这些越南女兵看上去十分柔弱 可你千万不要小看她们 她们在训练的过程中接受的思想 是尽自己的权力为国效忠 可女兵在身形上就不是男兵的对手 因此她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会利用自己的美色来获取情报 但面对装备精良 且手段又极其多的美军面前 这些越南女兵一旦落在美军手里 那必定是要吃不少苦头的 北越的部队中有不少女兵 美军在抓住了这些女兵之后 会给她们使用一种叫 控运催乳剂的药剂 这种药剂原本是一种受药 用于牛羊等生出场后下奶 实际上就是一种效果非常强劲的激素 人在使用如此之大剂量的激素之后 会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 非常痛苦 无数越南女兵受不了这样的耻辱和折磨 被迫自杀 美军就用这种方法逼迫越南女兵吐露了不少情报 所以越南女兵在听到这种药剂之后才会非常害怕 但事实证明 不管美军使用多少残忍的方法 依旧不能够改变战争的结局 在国内反战运动和越南战场的双重压力之下 美军只能够狼狈的结束这场战争 而美国扶持的南越政府也最终失败 北越统一了全国 有了越南的例子 我们在看到美国今天还在打着人权 自由 的旗号挑起局部战争时 就会明白 这一切都不过是霸权主义的幌子 美国想要推行的正是自己的世界霸权 全然不顾战争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苦难 而一个国家想要真正不受到霸权主义战争的侵害 只有让自己强大起来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视频制作不易 大家别忘了点赞 关注 订阅 支持下我们的频道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一起互动交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